2019年10月31日 HELLO 哈囉 2019年10月31日 各位萬迷早晨 歡迎來到今天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就是剛剛我們踢完一場聯賽杯的賽事 結果連續三場作客都得到勝利 比較清脆地90分鐘之內以2比1就贏了車路士 完全能保持氣勢 接下來將會從英超到作客對著玻璃茅夫 先說回這場波線言歸正傳 這場波線我記錄的東西不多 原因是這場波線我看得非常暢快 這場波線我看得很暢快和很開心 並不是兩隊球隊踢出很精彩的技術 兩隊球的表現是完完全全地很厲害 並不是這樣 為何看得很開心呢 因為我覺得這場波是非常有青春的感覺 首先大家要留意一下 畫面看到兩位領隊 蘇斯克查和任帕特兩個 這個鏡頭其實不是圖 是正在踢比賽的時候 鏡頭捕捉到他們兩個有傾有傾 而當時來說應該是輸球的 當時輸1比0 你看到兩位領隊相對來說 這場波壓力不太大 也引伸到兩隊球隊的壓力不太大 再者和我們昨天集氣的時候 說話都相似 第一萬聯再次嘗試打三後圍的陣式 以來兩隊球隊都出了很多年輕球員 但大家都很努力想贏這場波 所以這場波我真的覺得非常青春 兩隊都不太多計算 兩隊都不停嘗試進攻 但你也看到進攻的質素和默契 是絕對不可以稱得上頂級的 但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看這場波 是真的看得順暢的 因為看到大家計算比較少 總之就發揮自己 有多少能力做出來 正正因為這樣 球隊的默契又不是太理想 但我挺喜歡看這波 所以大家可能會知道 為什麼我喜歡看U隊踢球 當然 這場波兩隊的質素應該是高於U隊 老實說 但這個青春氣息 沒有計算 大家總之就發揮自己 有什麼才能 就盡量發揮出來 毫無掩飾 我看得很爽的 當然 萬元最終 是贏出那隊更爽 令我更爽 但當時被人追回一球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場波 也不知道是怎樣的 因為說真的 這場波以兩邊的表現來說 其實是不相伯眾的 都是好像剛才所說 非常青春 但質素不是太高 所以哪隊贏也有可能 甚至乎 我在追回1比1的時候 心想 也挺大機會 會射12馬 結果 我們這場波非常出色的福仔 福仔這次也打破了 我們早前說 萬元的死球戰術非常頑皮 因為他分別是入了1球12馬 以及入了1球佛球 令到我們贏了2比1 但我只要說 巴斯亞伊攀命那球 也是令到我 完完全全地 對他 真的要收回 我之前對他的評價 因為我對巴斯亞伊的評價很差 但那球完全看到 他是一個非常有質素的入球 好 先說回出場陣容 好像我們所說 我們之前所料 打回三中堅 羅美路手籠 好像是V估中了 不知道是V還是漢 這次真的是羅美路手籠 三中堅 暫時來說 我們三中堅 是一個比較理想 或是蘇花發揮出來 都不錯的組合 左洛 右連特洛夫 中間是麥加亞 這次是三四一二 不是我上次說的三一三一 因為這次雖然左邊仍然是Williams 右邊仍然是雲比薩卡 但這次他們兩個 並不是打完整條左右路 為甚麼呢 這場球的打法就是所謂的三四一二 中間來說 有廢特和麥湯 他們兩個一剛一柔 一高一矮的組合 完全地去控制中場 而廉加特 就打了平時彭麗娜比較相似的位置 就是在兩位中場和兩位前鋒 中間有少少似利物浦的廢明爐 其實有時都去到很前 嘗試作一個假狗的位置 前面兩位就是左腹仔 右腹仔 右腹仔 這個打法 說真的 雖然我們都是出年輕球員 其實數一數一數 只有Brandon Williams 說真的 不過我們Danny James 麥湯 和福仔 雲比薩卡 這幾個都是比較年輕的 但是 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出場陣容 是比較上 想贏的這場球 因為看回對手 龍門也是用Color Barrow 也是一樣 跟我們一樣的後備門章 他們的中堅 就是Guhi 和Zuma 左邊是Alonso 右邊是Ris James 你見到後防後方 有兩個比較少出的 例如Ris James 和Guhi 這個中堅球員 打得不錯 說真的 兩個都打得不錯 Ris James 簡直是打好球 Ris James 這場球 如果大家沒有踢過他踢球 就在這場球 看到他的表現 真的有些了道 中場方面 亦出了一個新人 就是Gilmore 亦看得不錯 也有佐真奴 和Kovac 這兩個 今年來說 如果簡直一受傷 也是他們兩個組合 亦是不錯的 配合得不錯 但是這場球 我們做了些事情 令到 車子的進攻 的確是差一點的 前面有三個 Columbus Columbus Ris Ris 說真的 車子來說 後防出了 兩個 新人 Ris James Columbus 中場有個嬌磨 說真的 前面的三個風扇 都不是必然正選 在正常的車子裏面 所以純粹說 排陣的出場 陣容來說 老實說 的確 車子是沒有那麼進取的 我們比較多出一些正選球員 OK 踢出來來說 都是由於 他們的整體 如果出了正選 會比我們更好 但是我們 就比較 出了一些正選 而他們出了很多後備 令到 兩方面球隊的配合 差距 拉近了很多 甚至乎 以這樣的陣容來說 我們還高車仔少少的 整體配合性上來說 因為他們出了很多 年輕球員 事實上 亦令到這場球 我一直說 為何這麼青春 原因 都是因為這方面 兩方面的默契 都未盡理想 大家都知道 我們比較多正選 都是可能 還有改善的空間 而對手 因為出了這麼多 年輕球員 另外 要提提大家 聯賽杯 在今屆 沒有VAR 可能大家都鬆一口氣 因為VAR 剛剛在英超 搞到有點混亂 還有 這場球 除了 我剛才所說 兩隊都很進取 不是太多的計算 有球就上 有球就上 但是默契又差一點 所以 嚴格來說 如果純粹 除了我很喜歡看這類型的球 實際上 我相信很多球迷 都覺得這場球 可能是緊張而不精彩的 你看到兩隊都落力 但是 沒有什麼出色的表現 如果我站在一個 不是我自己的立場 我都很同意這一點 OK 讓我看看 這場球 如果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覺得 有些事情 我看到 是挺樂觀的 首先 是我們的死球 兩球都是經死球而入 好像比較好一點 這場球的罰球 也相對來說 不是太多 說真的 還有 兩隊球 都是沒有拍大巴 的情況 兩隊球都在前場 已經逼迫和搶 但兩隊球的逼搶 也不是太有效的 相對來說 我們在中場 其實在我們打得好的場次 我們在中場 很多次都斷了對手的 傳送 所以這場球 由於車仔的默契上 真的太多新人 所以他們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我們在中場 的確是做到一些事情 OK 在中場 就斷了他們 但是雙方的 Pressing 壓迫 其實都不是做得很好 我自己覺得 不過就有做 大家都很努力地做 我們都是一如以往 我們都是那一隻 但是車仔來說 都是看到 他們的年輕球員 都有上市做迫搶 看回我們來說 那些沒有球走位 老實說 又好了一點點 你看到 不是太多的時間 我們拿著球來做 因為這場球都是快上快落 但當有些機會 我們拿著球來做的時候 其實一些前線球員做無球走位 我留意到 是相對來說多了 希望繼續向這個方向發展 希望我們 如果拿著球來做的時候 球員能夠做到一些無球走位 還有最重要的是 中場球員和前線球員 大家知道球員 應該比到哪個球員 前線球員 就會去到哪個默契的合作 希望可以繼續進步 今場我看到好一點點 不代表已經很好 因為還有進步的空間 絕對 另外特別看到一件事 就是 詹姆士和雲比薩卡 在右路上 開始多了一些聯繫 記不記得我們上一場球 就說福仔和麻仔 好像交球互相交球多了 好像被人提醒了地 令到大家的聯繫會比較多了 今場我看到雲比薩卡和詹姆士 我不是說這場球 不是Brandon Williams和雲比薩卡 都打了兩邊 因為就是福仔和詹姆士 分別在兩邊 都有參與兩邊的進攻 所以他們兩個沒有去得太前 說真的 Brandon Williams和雲比薩卡 但是左邊還未見到太多的聯繫 因為始終福仔和Brandon Williams 可能比較少 但是右邊 Daniel James和雲比薩卡 開始見到多一點的聯繫 不是很成熟的 但是開始見到 和剛才一樣 希望這件事可以繼續建立下去 因為如果 雖然我們之前說 Daniel James打左邊 也確實是好一點的 但是相反 如果他打右邊 第一 我們就沒有人 第二 他和雲比薩卡 如果能夾到一些 做到一些短傳 做到一些overlap 或者underlap 絕對 可以令到我們的功力 更加平均 多元化 這場球可以見到少 希望可以繼續做下去 OK 好了 不如說一下整場球賽的情況 今場球賽 我看看要講幾多球員 我起碼會講兩個球員 這場球賽 待會看看有沒有其他 一開球 十二分鐘 其實已經見到 我們的死球 有點想快 為什麼呢 十二分鐘 忘了是第一球角球 總之 十二分鐘的一球角球 竟然是Daniel James打開 我也有點奇怪 為什麼Daniel James打開球 原來是有設計的 原來是一個長的地球 開了出來 大約是禁區偏右的位置 麥湯從十二碼點從後衝上來 在十二碼點和小禁區的角落 兩條直線交接的位置 但十二碼點在小禁區的位置 對回來的右手邊 真的能接應到一腳射 雖然是抽高氣 想射不進 但是 起碼看見到 他的球有一個新的設計 這個踢法 開的球角法 好像沒有怎麼看 我不敢 未見過 但起碼沒有怎麼看 所以希望我們繼續 這件事也是我們希望 可以繼續 下去的 就是我們死球的戰術 希望更加多元化 OK 之後 到二十三分鐘 說真的 Daniel James說 自己的一個漂亮的入攝 結果 又是 拚到對手的犯規 但這球球 我覺得 究竟是否一個真正正正 很肯定的十二碼 我也覺得 是有少少爭取的 為什麼呢 這球球 讓我看看 不忘記誰 放進去 先看看 找不找得到 我現在正在做點事 看看能否翻查到 紀錄 這球球 總之 看看能否給到 哪個紀錄 先看看 我們在前場截到 連戈塔 然後回到後 麥加亞 再回到 羅美奴 羅美奴 一腳掘前去 然後 到對手 這就是 新的球員 新的中堅 結果 麥湯又搶到 然後 James 自己拿進去 這球球 第一 看到 我們的迫搶 成功地 搶到球 已經是連續兩次 搶到球 不過搶到第一次 我們的球 沒有辦法向前 回後 去到龍門 結果再上來 大腳斬 中堅 又是脫脫 被我們搶到球 麥加湯 給了James James 自己沒有進去 被踢跌 這球球是否12碼 因為阿朗 是踢跌 James 但是 阿朗 其實 是從後 這球球 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 這球12碼 之所以判 因為 James 已經過了 阿朗 而阿朗 就是 從後 想 做一些事情 他正式來說 沒有很嚴重的 踢跌 James 不過 他的膝蓋 就撞到 James 大腿 和屁股的位置 那麼近 所以 James 就順勢 跌低 結果 判了12碼 所以 你說這球球 不應該判12碼的理由 其實他不是踢得很厲害 碰到一下 可能 但是 可能要判12碼就是原因 他是從後 想踢跌 不過 用膝蓋 就撞到他的大腿 這樣 但是 無論如何也好 球證 John Tiani 判了這球 12碼 這個12碼也有趣 因為福仔射 福仔 做鬼子手 但是 大家不要忘記 對手的龍門 就是後備門將 Color Barrow 我在昨天的集氣時候 都說過 Color Barrow手12碼 又是有一手 和上一場 羅惟治的 Team Crew 一樣 也是有一手 因為上年聯賽杯 好像是 上年聯賽杯決賽 他們對著萬成的時候 就是 想換走 Capa 換入Color Barrow手12碼 學阿雲高爾的招 所以Color Barrow 又是手12碼 厲害的 我不知道各位 萬元球迷當時 即場看的時候 有沒有害怕 因為 又是這樣 又是福仔 又是對著一個 手12碼厲害的球員 的龍門 但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 很相信 福仔的信心 和對抗壓力的能力 尤其是12碼 雖然剛剛射不入 但這次 這麼好的機會 還以為 對著車仔 一場大球 結果他順利地射入了 但我想跟大家說 他和球守門員 是捉錯路的 其實他射的方向 角度 和力度 都是跟上一場 被隊員救出的位置 是差不多一樣的 所以 好在今次 Color Barrow 是捉錯路的 否則 不是說 沒有機會 連續向球演 說真的 福仔 我又不是太擔心 福仔 因為他這方面 我相信他很好 不是 我說錯了 先修正 上一場射不入 那球是比較小 雖然射在大約的位置 但是比較大力 是抽到的 並不是太擔心 OK 先修正 因為要說回事實 但我想說 我記得 在我們贏巴黎射射門 那場的 上一季歐聯 那球12碼 是福仔射的 他在這個場合 也頂得住 我相信 射失一球半 其實對於 他的因素的影響 其實 我覺得 影響 不是很大 結果 他都不負所託 入了 好了 到下半場 阿朗素 49分鐘 車仔 已經有一個很漂亮的反撲 就是阿朗素 在這場球 阿朗素表現得不錯 雖然 平時的車仔 可能不太適合 但金采波 我覺得在左路 都頂得到他的用途 在49分鐘 左路傳出了一球 很漂亮的地球 可惜門前的Colomerson 套素 把握不到 結果 錯過了 但這球 略緩而過 其實也頂危險 在50多分鐘 有連續兩球球 車路士都說 我們是首球 包括有一球 好像也是巴輸22 我不太肯定 不過 讓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暈得反 在50多分鐘的時候 看看 好像是巴輸22 好像是巴輸22 有機會半單刀的狀態 他前面有駱河追回來 應該是Brandon William 剷走球後 應該是巴輸22 巴輸22 一射的話 就省中了駱河的大腿 是高華碩 是高華碩 高華碩 高華碩 等一等 等我講講 我剛剛找得回 17號 沒錯 是高華碩的射門 對手反擊 傳上前斜線的巴輸22 巴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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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don William 剷走球 剷走球後 就回到高華碩 高華碩 一腳射過去 駱河很聰明 他已經把他的手放在後面 用來擋 結果一射 散中了駱河的大腿 不是 原來射球是47號的 嬌魔 對不起 我再修正 嬌魔射完之後 散中了 不過是投訴的高華碩 所以我誤會了 散中了駱河的大腿 然後球彈彈一下 就向了後彈 駱河被散中了之後 身體轉到後面 令到駱河或高華碩 以為他轉身時 手碰到球 其實看回慢鏡 應該是沒有碰到的 所以這球球的確是沒有手球 沒有12馬 不過就是駱河被斜線 原來想被Column Hudson 但我們今場仍然表現得非常出色的 所以Berniton Williams 就撒走球 但好可惜他撒走球 就去到駱河 駱河一射就散中了 兩隻手已經放在後面的 駱河的大腿 所以我昨天說 駱河 只要他受傷 不要受傷 有狀態踢的話 其實就蠻好用的 這球球你也看到駱河的能力 或者他有優勢在做這些 另外有一球是右路斬出來 由於他沒有給慢鏡 我看不到 就是散中了Berniton Williams 有人說他手球 但結果球證是沒有判 去到60分鐘 剛才所說 巴樹22 完全是令到我超級跌眼鏡 一球非常漂亮的球 就是他好像押到 押到 麥加亞 他在三閘線位中間 一下子就押過了麥加亞 而麥加亞追到他的時候 追不及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駱河在前面 如果駱河也開始跑過去 但是巴樹亞爾當時的東西 一再推遲 然後一射 龍門的左手邊地坡 有四個任務 羅美路也不是太差的門長 說真的 他有上限的功力 看著他射 都救不到 所以那球球 射得相當快 角度也相當不錯 大家不要忘記 他還要押過了麥加亞 和養過了 洛河 才能射到這球 所以 對於我來說 巴樹亞爾這球球 真的是新加坡 雖然他經常把握得很差 說真的 無論他借出去外借的時候 或者他的車路士 其實都經常這樣發生 但是這球球 說真的 值回票價 非常漂亮的一球 追回1比1 然後我們有65分鐘的換人 老實說 這個時間換人 其實我覺得也是適當的 而且這個換人 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真的要再搶回 這球我們是要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換入馬斯亞 換走蓮佳洛夫 換入彭尼娜 換走蓮加特 彭尼娜 換蓮加特 絕對是位換位 因為我剛才也說 彭尼娜 打蓮加特的位 正選來說 多數是他 相反 第二個換人 就是馬斯亞 換入 換走蓮佳洛夫 當然就是改變陣式 改變陣式 就是 踢回四個後位 踢回後方 把馬斯亞推上 打多個前鋒 4-3-3-1 或者4-2-3-1 類似的陣式 4-2-3-1 加強攻勢 希望贏到這場 結果 雖然這球入球 跟換人 未必有直接的關係 72分鐘 結果 在三集線和中線的位置 都很遠 起碼都三十多馬 拿到佛球 結果 三十多馬 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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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充力射球 一射過去 大家畫面看到 然後 跌下來 死角 淫望 這球球 我覺得佛仔 射得相當出色 而這球球 佛仔 整天都想射這些球 但 他的命中率 實在不夠高 好 希望這球球 真的 為何 除了看得很青春 沒有什麼計算之外 也看得很開心 好像是第3 還是第4 我再說 希望在這方面 繼續改善 佛仔 佛仔的佛球 也一樣 其實不是佛仔佛球 佛仔佛球 加上一些比較遠的射門 其實他經常練 經常做 說真的 他夠膽死 在這麼多的比賽 做這些事情 射這些球 我也相信 在訓練的時候 他應該進入很多球 即是在遠距離的佛球 或者遠距離的 在走近的射門 我也相信 他在練習的時候 進入很多 他才夠膽在比賽的時候 整天敢射 但之前 在命中率方面 不夠高 希望在這球球 之後 佛仔可以進入更多 這類型的球 就是馬連之福 所以這場球 沒有辦法 已經說了三四項 希望可以在這裏繼續 表達 不止那麼少 還有得說 接著 進入了這球 之後 就領先2比1 到最後 我們在79分鐘 真的要防守一點 最後10分鐘 換了佛仔佛仔 換了佛仔 又是打後一點 我也沒有留意 當時是否打回 back3 其實當時來說 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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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頂得住 守住10分鐘 車仔也有些攻勢 但入獄的攻勢 我記憶不是太多 最後10分鐘 所以 結果 順順利利 90分鐘內 完成了 入獄 2比1 勝出了 兩隊合演了一場很青春 我自己很喜歡看的球 未必每個人都喜歡 但我都很喜歡 加上我戰狗馬裂贏 更加開心 再加上我都說了幾件事 是值得 我們高興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希望在這個情況之下 繼續 進入下去 但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多開心也好 這場球 其實是5-5 三球入球 都是個人質素的表現 無論是詹斯那球自己衝進去 拼到12碼 或者是巴哈輸阿姨入球 好球 再加上福仔最後埋爭2比1的佛球 都是個人質素的表現 說什麼呢 說真的 剛才出場陣容都說了 雖然我們也有些少輪換 但其實我們大部份 有七八成已經是正選的陣容 但我們仍然只是靠個人質素去爭取入球 即是說我們的套路 或者默契的建立方面 真的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各位馬員球員希望留意 相反 車仔出了這麼多的年輕球員 他們的默契沒有那麼好 他們的踢得那麼青春 是必然會理解 靠個人質素入球 對於他們來說 我覺得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因為他們實在換了太多人 在球場上 實戰的格方面 無論怎樣也好 一定是沒有我們這麼合格的相對來說 所以 我們這場球雖然是2比1 但在客觀環境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不是說 完全是很開心 我們真的有很大的進步 並不是 但是 也有幾樣東西 我們可以從今天這場球來說 是飆上去的 我們能不能夠繼續做好下去 再加上當然 在技術上高 在默契上高 建立上高 希望可以繼續做下去 最後要講一些球員 第一個一定要講 蓮格特 蓮格特這場球 打了平時 如果我們沒有出馬仔的時候 彭麗娜打的位置 一個類似架 九號 或者是一個類似廢明龍 在利物浦的位置 這場球我覺得 由於要輪換 所以他打正選 我不太反對 說真的 但是 說他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 算是不錯的 以蓮格特近排的表現來說 他這場球的表現 是做到領隊的要求 我相信 因為 我估計 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我估計 蘇薩查給他的 或者教練團隊 給他的要求就是 第一 在前線方面 總之 一定要不停地迫搶 對手 怎樣說也好 第一 在前線最重要的 就是做迫搶 第二 你要 保持球時 盡量分兩邊 還有 他的覆蓋範圍一定要說 不停地搶 搶 我覺得 在迫搶方面 蓮格特是不錯的 這場球發揮得不錯 當然 當他拿到球 而分球方面 他真的一般 看到他幾次拿到球 還是不夠決斷 但是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會說 或者甚至乎 我也很明白 有時候你拿到球 是否可以第一時間交出 都要看看你的隊友 會否可以進入 這場球 我自己覺得 五球 他自己有些責任 他對手 他對手 都會有些責任 不過 總管來說 蓮格特 這場球 已經在他的水準範圍 你問我 他是差不多了 後來 彭利納出來 由於時間不太多 所以也看不到 彭利納在同一個位置 有很大的改善 說真的 這就是我對 蓮格特 很久沒有打正選 但他的評價 另外 我講一下對手球員 我講一下對手球員 Bash Ae 我也講過了 我對他的印象 是一個不懂得入球的前鋒 所以 你見到車仔的正選陣容 又有蘇馬 又有Bash Ae 我就覺得 淡定了 但是 踢下來 今場球 蘇馬的表現 都是正常發揮 沒有太多 Bash Ae 實在是超水準 最後 對方的球員 我想到最後一個 就是Ris James 真的很棒 這隻右閘 的而且確 踢得相當出色 我會這樣說 我們的Bandon Williams 是踢得好 我想這場球 大家都會同意 Bandon Williams 是繼續有穩定的發揮 對於他挑戰 我們正選左閘的位置 是很大的幫助 但是 我仍然都會覺得 始終只是兩場球 我希望繼續講下去 只是多少場 只是多少場 他都會表現得好 希望是這樣 但是 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是Bandon Williams 可以挑戰我們左閘的位置 而相反 Ris James 在車仔的情況 其實他已經開始有能力挑戰 我覺得 踢完這場球 之後 我看小時候 阿林伯會開始 給他更多機會打正選 說真的 所以 無論是Ris James 或者Bandon Williams 兩位集委的球員 都希望他們繼續努力 我都很肯定 今季 他們兩個 都會有出頭的機會 OK 好了 講到最後 還有最後一個球員 要講 也都很想講 就是誰呢 就是費特 說真的 我還記得 兩三個禮拜前 都還在講他 說真的 但是 你不要管 究竟蘇斯一查 那個影響能力 好啊 或者教了他一些東西 或者費特 是有些實力 但是未表現出來 之前兩場球 踢得的確是不錯 這場球 亦都能保持到表現 甚至乎 我覺得 這場球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在其中一日 拍大巴角度 那集 就說 希望他可以繼續 把 覆蓋的範圍 可以增闊一些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 這麼巧 飛機狀子要 費特這場球 除了保持到 他比較上好的 搶球方面 這方面 始終 說真的 可能是蓮吉特 在搶球方面 因為蓮吉特 在前場 已經開始 做這些迫搶 所以 令到 對手 都不太輕鬆 把球運到中場 亦都因為 對手不太輕鬆 把球運到中場 的時候 費特 就能夠 比較容易 搶球 或者 做到一些防守的工作 這場球 我看到他的覆蓋範圍 開始比上兩場 都寬了一點 開始 去到 別人的三集線 方面 都看到他的身影 我們的中場 故知也看到他 所以 真的要賺一賺 廢頭 說真的 這個對比也挺大的 上兩三個禮拜 我們還覺得 他是我們的父女 但是 這幾場球 他不知道受到什麼感染 還是不知道 是否蘇斯一柴 記不記得我昨晚 集氣的時候 終於找得回 蘇斯一柴跟他說了幾件事 那幾件事 非常之簡單 就是 集中一些 不要犯錯 以及 進攻多些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三個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 有時候領隊的工作 要溝通 和球員去談 我自己就很著重 不知道關不關事 其實是說真的 只是說估計 廢達果然 真的看得比較好 亦都差了很多 其實 除了我所說 蘇斯一柴跟他談過 這件事 一個很不實在的原因 其實對球的打法 和對球 整隊的積極性 都是有影響的 所以 雖然說 這場球 我們的兩個入球 都是靠個人 個人的能力 或者我經常說 靈光一閃 不是一些很 組織性 或者套路方面 很好的入球 但是 你見到 除了入球之餘 打這場球 我們的情況 是有改善 當然 未去到很好 但是 也是那句 今場球又再說 是開始改善 這個說真的 我自己覺得 無論大家 怎麼說都好 我就覺得是一件好事 我知道未必個個個認同 可能很多朋友 老實說 看完這場球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 會說 這場球 技術層面 非常差 贏球 有少少好運 靠兩個死球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 有這個結論 我也明白他們的想法 但我也重新一點 這個拍大巴角度 是我的想法 我是真的喜歡看一些 不是那麼計算 但是 大家又可以比較進行 發揮的足球 純粹個人意見 並不是需要大家認同 多謝各位收睇 這個拍大巴角度 稍後再跟大家聊天 九晚聯 拜拜 請你 抖擲 我 亂